小布爸爸 哈囉 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Videotalk時間 我是主持人彭姐 下禮拜盤中領埔交易 就要正式上路了 投資新手到底該如何 挑選正確的標題 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們找來的這位 投資達人過去曾經有一年 創下三倍報酬的經驗 那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的達人 小布爸爸 嗨 小布爸爸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布爸爸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如何在一個 適當的財務規劃底下 用最小的金額去創造最高的報酬 其實當然這個是跟選股有關係 如果說但是在選股之前 你可能有個重要的要件要先做 就是說 你要了解你的資金的金額大小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你壓力不要太大 因為不要 因為這個資金 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擾 比如說你可能可以拿個10萬塊錢 對 那你就去挑選那個 單價比較低的 單價比較低的股票 我們買的單價是在2塊錢左右 那最近呢 2塊錢左右 那它漲到了7塊多 對 但是哪一檔呢 你可能對我去搜尋一下 可能會找得到哪一檔股票 如果小資族你的預算有限 你當然不可能一個月賺30k 全部投股票市場 這個時候 零股交易就是很好的切入點 因為它的單價也比較低 首先 我們的盤中零股交易 它是從早上的9點開盤 就開始可以做交易了 但是我們現行的制度是盤後 我們一天只可以脫合一次 那盤中的零股交易呢 是從早上9點 就跟著一般的大盤一起開盤 然後每三分鐘就會脫合一次 會採用限價單的方式 那與過去盤後零股交易 其實最大最大的不同 就是脫合次數變多了 最大的好方式 對投資人來說 就是你可以去購買高價股 高價股的股票 也就是說我們舉例 常常聽到的大力光來說 它一張股票可能要300多萬 但是300多萬 好你可能沒有那麼多資金 可以去購買它 可是你現在買一股只要3000塊 你買三股就是大概1萬塊錢 所以你有機會去購買這樣子的股票 第二個優勢呢 就是零股的盤中間 如果以每三分鐘 戳一次來說的話 各位可以算一下 總共有4.5個小時 那4.5小時乘上60分鐘 就270分鐘 除以3分鐘的話 也就是說你有90次的戳合機會 過往只有一次 對就是說 你可以跟這支股票談一次戀愛 掛一次單 就是盤後交易一次 但是呢 你現在可以交易90次 總共90次 那這90次 你可以在當中去修改你的價格 可以去修改 所以呢這個對小資族來說 也是一個優勢 我一直不太懂 就是說盤中領股交易上路之後 當然交易量會變比較大 但是其實早在盤中領股交易前 大家券商就已經推出定期定額 買領股買ETF 那到底我們在小資族在介入的時候 會建議我們用定期定額的方式介入 還是其實我們可以像 那就是把這個領股交易 想像為我就是在操作台股一樣 比如說我現在一個月拿1萬塊錢出來 比如說買大力光 OK 比如說這個月1號我買了大力光 那其實這個股票都是由 券商去買回來以後 透過自己的股務系統 拆給投資人的 把這個股份分割給投資人的 對那你可能買到 比如說我一個月買1萬塊錢 事實上我只有買到三股 那第二個月呢 你又在買的時候 可能價格一樣 你還是買到三股對不對 你連續買三個月 假設我們價格 都在固定不變的情況之下 你總共買到九股 可是這裡就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三個月 你每個月都剩一千塊錢 你當來說第四個月 應該要買到四股才對 可是因為你定期定額 只能一次買 就是1萬塊 所以在系統設定上 就是只能買到三股 新的投資方式 就是這次領股盤中交易後 你可以改變你的投資結構 採用一種叫做定期定股的購買方式 我還是回到那個基本面上來看 就是說 先了解自己的財務總和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先了解自己 投資屬性 以及到你能不能盯盤 這些都要了解清楚之後 再安排你的資金規劃方式 每月的呢還是單筆的資金的分類 然後最後呢 再進入所謂的產業別 先找熟悉的 對熟悉的先投資 不熟悉就先不要瘋 如果真的都不熟 那就買一天 最無腦投資法 最好還是搭配定期定了 還可以省手續費喔 也可以 沒錯 那時間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那就謝謝我們今天的來賓 小布爸爸 謝謝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